scientia icitia ethoria ph милли 他們那個 部主傳說是在床邊 或者是搖籃上面 他們就掛了一個 那他的功能就是說 他可以把好的東西 可以透過那個網進去 可是如果不好的惡夢 它是比較龐大的 它就會被困在那個網子上面 我這個型的話是回到原點 就是它這樣子回到原點的時候 再做第二層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重疊的位置 這裡有沒有 就會疊到一個 所以這裡就變兩條線 然後做第二層的時候 它每次回到這個原點的地方 就會變成兩條線 這個叫捲結 它這個結就很緊了 它就卡在這裡了 然後它這邊結會躲在這個 兩條線中間 看得出來嗎 圖一是長這樣有沒有 就是 它就是跟剛剛一樣的捲結的位置 取它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你這個手壓著喔 第一框的 看圖幾 圖三的 圖四 圖四就是 當你的這個好了之後 直接丟進 所以你太大坨丟不進去有沒有 就是丟進來 一樣丟進來之後 從線上 超過線 然後從線下出來 拉直喔 讓它這裡是平行的 相對位置這裡就是 就是 它有個結結束 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要做這個區塊 那我就是從它的這一邊開始封 像這個它是到兩個區塊了 我就往上跑 好 先打結 然後剩下的線就是 纏繞 空間就是不管怎樣 不管是什麼材質 有人說木頭都可以 就是 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這十六條 請對摺 請一條一條做 對摺好之後 把它 套起來 來 你從哪一邊套都可以 就是我是從下面這裡套上來 然後你這個就可以套進來了喔 兩個 兩個 兩個兩個一組 找到它的相對的八個位置 左邊的中間中軸有兩條線喔 然後左邊的先呈現一個L這樣子 右邊的壓在左邊上面 它的相對位置是這樣 第一個步驟是這樣子 好了我要做第二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如果不會打平解的 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的左邊先壓右邊 我做的是左向平解 鎖上的雙向 就是左邊先來一個 然後 右邊這條線 從這裡 從下方穿過這個洞 出來 所以第二個步驟是這樣子 就是圖二 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旋轉你的這個 盡量是對齊自己比較好做 就是旋轉到 下一組都是對齊你這樣 讓它變成是交錯的 然後這個會在這個一半的位置 像這樣 放它中左下方做參考位置 然後這個的話 我這邊是左向平解 我還是維持右向 我就統一右向 就跟你剛剛解的方向一樣會比較漂亮 到時候兩個都打完 我這邊只要打一個就好了 再來 就是這個位置就定好了 然後就換下一組喔 就是這樣 然後所以第二層就是 這樣一圈都做一次 那第三層呢 所以就改成是兩公分的去卡 好 固讀針都移到中間來 因為我等下要拉 我如果固定在這裡 可能我會沒辦法拉得動 好了之後啊 桶在 框在上半喔 那我们一个个用 然后就是四条线一组 就是对齐这个点 怎么用呢 就是用卷节 从框上来 然后从下方这个洞出来 拉紧 然后把它推齐 这样就是一个卷节 然后依序从左而右 依序把它做起来 把它全部挂起来 就是中间的有八条 然后旁边这里挂了七条 你看一下 因为如果有的人 他位置比较小 搞不好挂不了那么多 那就没关系 用缺头节的方式把它套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